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角度我们就没谈 对 我知道 他是怎么会多粉丝的 就是因为他用微博直播他怎么治疗这个癌 他每天就发说我这个癌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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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当时人家 你知道一般的人怎么会受注意呢 对不对 你要去分析看那些所谓大V 有两种 一种是人家本来出名 那所以他的粉丝就多 像明星啊 波德纲啊 都几千万 那郭德纲是因为说相声 人家都 昌井空都一千多万 所以粉丝并没有什么大道理 另外一种呢 他真的本来并不出名 可他 某种种的就在网上非常出名 但仔细去分析都有一定道理 比方说 薛满子就是这个 他一个打拐行动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直播自己的直肠癌 这样就出名 所以他帮医院做了一个广告 对不对 也是有功德的 也是有功德的 他就说这个四十岁 徐老师你没做过吧 说四十岁以上的男人 都每年都要做一次这个什么直肠镜的 我都没听说过 但是我听了之后 我也准备去做一个 很痛苦 你没听到就很痛苦 没有 现在都无痛了 不要担心 这个麻醉劲一打 你什么都不知道 尤其是在台湾体检 你知道吗 我听说过就做这个 好像你就睡过去了 睡过去了 他就给你做这个直肠镜的 就是你就睡一会儿 醒过来 都被人蹂躏完了 都不知道 菊花变葵花 对 我为什么就说这个事情呢 我这个薛满子 他们都还说他的很多事 包括打拐 包括这个事 但我觉得现在网上 有些这个封号很有意思 说他是水军都督 是吗 就说他也跟一间水军的公司有关系 好像是跟情伙伙 他们这个有点关系 但是这个中国人的这种政治思维 让我们觉得 这个里边有什么公平或者不公平 我就不知道 因为咱们从小生活在这个国家 政治运动的环境长大的 刮台风 我们很喜欢研判这个战略形式 揣摩动向 比如最近 沈这个薄熙来 然后呢 抓了好几个网络推手 然后呢 薛满子嫖娼 什么群众举报 群众举报 都跑一个人居民区里 是吧 说他去那扶贫去了 这个就 让大家就会很有问号 然后接着各省市都在纷纷抓几十个几十个各种各样的造谣 然后你看官媒 这官方传媒一起开炮 是吧 一方面开炮就是说薄熙来狡辩 是吧 薄熙来一定要严惩他 另一方面开炮就是说造谣陷害 什么什么 就是所以说我就我就我就会觉得中国的事啊看不懂就不好轻易的下判断就是他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水军都督我都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个称呼这个外号很好玩 但那集周一军讲有一点就是非常重要你在网上做司法管理跟在网上搞政治斗争最关键的一个区别就是你是对人还是对事对 你比方说谣言很多很坏 我们查出了哪一些是谣言 对吧 这谣言这些事情 你是追人可以 然后我们找到这是谁 他后面有没有什么集团 他是经济利益 还是政治动机 还是纯粹无聊 对不对 那这个这个叫司法管理 还有一种方法呢 那就是说看看谁的粉丝多 我们给他排个队 哪一些属于境内外敌对势力 哪一些是我们的人 他爱国什么什么人 你根据这个排了队伍以后重点观察 然后看看他的什么小区去不去啊 什么什么注意他全部的东西 对人跟对事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还有在这一波的行动当中呢 其实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做了这个 这个网路上或是新闻报道中 他们做了这些所谓的坏事啊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都没有听到他们讲什么 就是我们抓了这个上海的法官嫖娼呢 起码这个上海的法官出来讲了很多话 对吧 就是我们有没有啊什么 就是在台湾也是任何被抓的人 你有兼莫权 但是你也可以为你自己 就是你如果真想在媒体里面说点什么话呢 其实都有管到让你去讲你方面的看法 包括李宗睿 对不对 他这个犯了这么多 这个两百多个女生 他也会讲一句说 我觉得我没错或什么之类 可是我这一次风波当中 我就觉得我少了这些被抓的人 我到底想听他们 你们为什么这么做 或者是你们有没有这么做 就听不到 有一个我听到一些纸言片语 就是好像是不是叫周禄宝啊 还是不是他 这个人呢还挺倔 你知道吗 就是说我看到一些纸言片语 但这些纸言片语的意思啊 是为了说呀 他认罪态度不好 就是比如说到了这个牢里 也不叫到牢里 关到公安局里 还是说 你们局长要不要我给你发个帖啊 你知道吗 最后一刻还在拉神医 对对对 我发现这些人呢 有一定的这个动机复杂性 这个往往有的时候呢 你比如他去一个庙 这个事情 所以说你看 从蛮子的事情 我就觉得我们学会啊 人是复杂的 他有多个面向 就连这个所谓的推手 你看啊 他爱勒索这个庙和道观 是 那么比如说他到一个庙去 好 他先碰见这个算命的 或者这和尚就弄他钱 或者让他烧枪 或者说你捐点什么钱 首先这个 他觉得不平 他不平了以后啊 他就上网啊 造你这个庙的这个谣 然后呢 你看 他这个 他这个行为的初始啊 实际是因为他有点义愤 但是这个义愤呢 他往下一步 就走火入魔 他动机是打黑 结果变成黑胆了 对 就是说的简洁 他最后变成敲诈勒索 你给我钱 最后呢 问题是这个庙里的和尚 想了想真的就给他打几万块钱 是 打完了之后呢 他还给你 庙里的和尚 这么没用啊 他就给你公关了 他就给你宣传了 说某某庙 中国这个怎么 庙弄得跟部门似的 说某某庙 接受监督 是吗 态度很好 对啊 我还有一个就是 就像这个文涛说 刚开始这些名人呢 可能他第一件事情 做的是对的 所以他的名气出来了 可是民众有一种就是 当他做一件对事 他什么事做了 你都觉得他对了 他刚才可能是 往打黑的方向走 就他现在不管说哪一句话 任何方面 你都觉得他都是专家 有一种就是 不止信一方面 而是说他方方面面 只要是经由他的 你都会相信 那当然他就 到最后没有办法去控制 那就说明啊 对事不对人这个事情啊 还不单是司法机构 或者公权力要注意 就是民众自己也要看清楚 就是你从他一个人 你看到一个人 不要他长得帅 或者他某个戏眼的好 但不要仓景空 他在某一方面尽责 但是不代表 他就能教育儿童啊 是是是 对不对 所以这种对于 大V的迷信啊 这个说实在话 不是有句话 说来挺残酷 就有什么样的人民材 有什么样的政府嘛 对不对 你看到有什么东西不满意 其实每个人心里 你看到上面现在 他是对人不对事了 那你觉得这是黑打了 但反过来你在崇拜的时候 你有没有就是 也是就是对着一个人呢 哦他因为一件事情 要佩服他 然后他转发什么 你都信 所以这个东西 上下有个互动 我觉得 对所以就是因为这样 那我觉得人啊 都不是圣贤吗 就盲从了 你民众盲从 而这些大V者 我觉得当你被权力 金钱的感觉 这个到最后一动摇以后呢 我觉得你难免就到最后 总有一批人是迷失的 我听到说他们这个粉丝多的好 一转发就有上万块钱 我当时真的想 很多微广告在里面 哎呀文涛啊 你不是老谈 钱不够吗 对不对 你是这么好的身材 知道 就是说有 比方说有 你现在有100万的 你随便讲一个 比方又婷发一个什么东西 乌龟兔子的故事 但又婷的 为什么不值钱 他要成立一个公司 那个兔子公司 对 你就给他发一个 然后他就给你钱了 你想这种钱太好赚了 又不用交税 对不对 这个根本就是 所以你想什么东西 你一有人气就值钱 那因此呢 这个方向 有的是直接的公司 那有的人就在想 我怎么样增加我的粉丝 所以这中间很复杂 对 所以你过去 其实说什么叫理性呢 理性说俗气了啊 就是一是一 二是二 但是 一是人 四是四 但是一个国家 有多少国民 是懂得一是一 二是二呢 往往不是这样 就是说 那天我是 又我就重复 陈毅老师当年这个说过的 说这个中国啊 他跟一些这个科学家讲话 说我们需要发展教育 对 他说中国很可怕呀 就是好几亿人没文化呀 那这是多么可怕 我现在越来越知道 很多问题 不见得是什么体制 法制 你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的人口这么多 文化 甚至有些人以为我们现在都认字啊 我们都上 甚至我们大学毕业的都几百万 都是几千万 我们都看春晚了 对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不大相当于我说的这个文化 你比如说什么叫文化 我认为周作人很有文化 比如说啊 周作人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文化到汉奸的地步了 对 都到汉奸的地步了 他呢 讲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叫做 科学啊 实际也是很道德的 嗯 其实 像他说的话 其实周作人这句话呢 你反过来 说又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道德呀 有的时候不一定科学的 就是我们脑子里相信的 道德啊 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是科学的看法 就你就比方说啊 这个人啊 他 打拐 是吧 他这个什么 就是就是这个帮穷人做事 是 他就是好人 啊 他就是我们要拥护他 我们可以一千万的粉丝 啊 他就是我们的领袖 意见领袖 好 这个人去购买一次性服务 哎呀 这个人是个流氓啊 这个人就完蛋了 这个人我们太受他欺骗了 我们痛心疾首了 你明白吗 这种道德 我就说是很不科学的 对吗 就是也是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地球上又难以抵达的四大基地 还有每个星都在追寻的第五集 欢乐集 北北二十路 关门湖海口国际度假区 世界的欢乐集 红花国色 花好月圆 酱香典范 红花狼 共祝全球华人 中秋快乐 到广州游长龙 鸡爽在长龙 幸福在长龙 奇幻在长龙 欢乐在长龙 度假在长龙 游世界主题乐园就来长龙 广州长龙欢迎您 所以你说这个 他们说这个网络水军 我提一个问题 就有的时候 有些他们叫做五毛党的那些人 那个叫水军吗 也算吧 是不是 反正就是一批人 专门在网络上发表特定的言论 他们大概的区分是五毛党 是比较政治性的 那水军呢 是纯粹是商业性的 还有僵尸 僵尸是什么 僵尸粉丝就是说 你可能用钱买 他们可以一直用他们一个 这个党 怎么讲 这个program啊 去制作很多的 这个假的账号 然后呢 一直加入某一个人的粉丝 所以你可能一个 一觉醒来呢 你就哎 好几百万对不对 可是百万里面呢 其实他们都不是活跃 真的在微博上 他们都是假的账号 可是呢 不会有人真的去点你的粉丝单 里面看说 你到底是不是有真粉丝 或者是你的恢复 有多少人回你 有多少人真的在看你的东西 如果没有人去追究这个的话 只光看你的粉丝数量 那这种僵尸粉丝 就可以替某些人 赚到很多的商业利益 所以现在一些报纸的评论 就是说 你这个网络上的 这个司法管理啊 那这种谣言 特别故意造的那公司 要打击的毫无问题 但是这种商业目的的水军啊 也应该打击 因为那个也是制造混乱 因为说实在话 我们国家现在这个网络的责任 很重大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过去的十年变化非常大 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是把它当作一个 取得信息的一个 另外一个途径 我除了看电视看报以外 我还可以上网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因为它是表达大家的意见 所以变成了很多事情名义 而且这个整个微博上面 左中右的意见 专门有些人在整理 每天在整理 一个事情出来了 比方说你审博案了 他马上就整理出来 这个尺度是报纸上看不到的 但它在某种程度上 的确反映了我们国家 现在意识形态的各方面面 那这种时候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真实的情况 对不对 你搞很多水 你不骗我们吗 对不对 这又婷不是还想在网上开店吗 最近你知道就是判了两个 两个都判行了 叫差评源 就是你知道你在淘宝网上 你买吧 你这个店 你怎么知道它可信呢 它就会往上有那个评的 好评啊 有差评啊 在台湾的手机呢 它一推出来呢 他们是买好评源 就是专门去买一批水军的上网 帮他点这个赞 然后点这个五颗星 把他的这个平等级往上推 这也被人家发现过 然后他们说这种 所有的这种网络推手公司 底下都有这个这帮水军 每个水军呢 都有一个账号本 就是在所有的这个论坛平台上 你得有好多个这种这种账号 然后呢收到任务 然后这个任务是什么 是不是有时候还任务取消 就帮着去干 而且他后面很多都是经济利益 你有时候以为你借机都成新动向 觉得他 他是迎合你们的需要 所以他在弄 他有的时候你想象不到 这几天非常火的产品 就是那个刮刮带回来那块肉 补腿 这块肉现在卖的 卖的红啊 现在 他研究这个肉 然后回家看看是生吃好熟吃好 下次王立军的鞋 那都值得开公司注册 对不对 很多人就吵这个东西 我觉得商业的这个范围之内 的确在台湾也是这样 就是各式各样的宣传 或是利用网络 台湾现在有很多是部落客 所谓的blogger 博客 那他有很多人也是因为他喜欢分享 他买了什么穿了什么 所以他有很高的流量 那这些人他就专门就是靠 你给我衣服穿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网站上 那因为我有几千万的这个流量 所以我就赚钱 我就靠这样赚钱 有很多人 很多女孩子就因为这样 就辞去他本来的工作了 他就做这件事情 可是呢 在台湾的规定里面是说 也不是规定 就是说他们慢慢形成的一个文化 或者是说 网友也会想 我以前看你是 你本来喜欢什么牌子 你就穿 所以我跟着你走 可是你现在是变拿人家钱 你就说这个牌子好 那我怎么知道你这个 到底是你真心显花 还是你在做广告 所以他们形成的一个网民的 这个给他们这些部落客的一些规范 就是说 当你要写这些所谓的广告邀约稿的时候 你就告诉我 这是广告邀约稿 我要不要相信 就像电视播广告一样 你广告里面随便 你广告随便你怎么吹捧 但是我要知道它是广告 那就行 所以我觉得 那这个东西不是台湾的法律规定的 而说这个网民 当他有意识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理性 就会给你一个规范 这就是群众的理性 理性的最基本方法就是 你看一个人的看法 看他后面有没有利益 就是说 如果他有利益 那你对这个看法就要打一个问号 那除了网民去监督 另外还有就是 在这个商业 当然有付钱的人 我觉得现在在内地 很多付钱的人呢 他就是 我付了钱我不管了 我就交差了 我或者我可能跟我老板交差 说你看 东东他有一百万粉丝 我已经叫他转了一个铁 但他不去追究 这个一百万的粉丝里面 到底有多少粉丝 真的转了铁 对 或者到底多少粉丝 真的看了这东西 或者是你们公司的 这个广告 到底真正带给你 回收的效益是什么 台湾的公司是 非常仔细 在做这个研究的 但是我觉得 内地好像没有 我钱投了就算 这也就造成很多假的名人 或者是说 名人故意去买粉丝 因为你不追究我的 但你不要小看 这些商业的力量 他们很快就把现在这个台风 很快就会转方向 你知道你打谁 你不打谁 你监视谁 你管谁 你以为他们不会利用这个东西 借势 你明白没有 中国人太聪明了 你明白没有 对不对 既然我钱能搞到这个 我不能搞定那个吗 对不对 对对对 这个挺可怕 要不瓢个张什么的 枪枪三刃行广告 之后见 妇科炎症一反复 怎么办 找卫太医啊 卫太医排 盆盐进胶囊 专业解决 小腹痛 腰酸冷 白带多 一反复 妇科炎症 仿反复 就用卫太医排 盆盐进胶囊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软浆 五井供酒 启动 向前 用速度激励自己 用舒适感谢家人 东风雪铁龙 中风雪铁龙 CIS L 都市动车 一等舒适 CITROEN CREATIVE TECHNOLOGY 还有一个叫副学胜的 你知道他炮制的叫中石化非洲牛郎门 就是说中 他说中石化中标啊 的时候企业中标 他搞什么呢 说中石化一位负责招标的女处长 受到了这个对方公司 用非洲牛郎的这个姓贿赂 从非洲找来一牛郎 说黑人黑人那个家伙大 就是就这么贿赂他 他还中标 赢转发11万多条 大家多爱看啊 其实 这是情色 这个 他结合太多了 结合政治 对不对 结合国企 然后结合情色 结合有可能反贪腐 等等之类的 太多的 你这是讲博案吧 情色那一块吗 我倒觉得像这个 其实 要说从我的角度上说 这没什么不好的 比如说 打击网络这种造谣啊 或者说乱七八糟啊 但是我又觉得 哪有点什么问题 可是你真想想 对啊 现在这网络让人很没有安全感呢 可是为什么你又会觉得 有点什么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连网络都不能相信 我们这个社会可以相信什么 有报纸有很多评论 一般都是说 你不能一抓就定罪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 你还得按照正常的渠道起诉 就比方说你我怀疑你 你都能这个公司 你这个公司造谣 不是说我抓你 你就犯罪了 你就在那里 只有我们两家了 我是好人 你是坏人 你还得 比方说随时受害人 比方说你造谣了 朱又廷 朱又廷起诉你 然后直到你判罪 法院判罪了 你才有罪 你知道 所以很多人一抓 这个叫涉嫌 你知道我这次看博案 最大的一个一点就是 你看新闻 电视的新闻 一上来就是 薄熙来受贿 贪污滥用职权案 然后我总觉得 这个话里面 有点什么不对头 后来才发现 他漏掉两个字 或者叫被控 或者叫涉嫌 对不对 后来我一看 人民日报就是这样登的 人民日报就是说 薄熙来涉嫌 不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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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还没判吗 他没被判吗 从另一方面来讲 我有时候看 我有时候看的就是 我刚才为什么一开头 问你这个问题 我说有时候 所谓那些个 被人称为五毛党的 实际可能是网管 发的很多 那个到底 是不是算叫水军 因为他也是很大量 对吧 我有时候呢 看着很可乐 因为其实我也不反对 网络上乱七八糟的眼泪 有时候 我们正义的力量 不会压倒他们 这个空间就被那些 胡说八道的力量占据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你这个网管 你能不能动点脑筋 就是工作质量高一些 你要不 我有时候看着某个领导人 本来这些领导人 干的事挺好 或者说审判薄熙来 没什么不好 底下太简单了 好 支持 自觉于人类 因为他讨的太多 来不及转发 没错 我说咱就搞什么新闻工作的 你动点脑子 你弄得像模像样一点 对吧 你就是 再一点 这是半五毛 变训班 是吧 你想 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提高素质 而且你说 说坏的谣言不好 说好的谣言呢 对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楼关文明启示录